后疫情时代越来越多富豪 资金和企业选择把总部挪至新加坡了 就在刚刚规模近十万亿的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 要将亚洲地区中心业务转移到新加坡了 挪威主权财富将区域总部转移至新加坡 全世界的财富都在加速流入新加坡 9月7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宣布关闭上海代表处 并将相关亚洲地区业务转移到新加坡 要知道上海代表处已经运营了将近16年了 据悉公司在850家中国企业的投资额为大约420亿美元 公司发布公告表示 我们在上海的代表处自2007年11月开始运营 目前有8名员工 多年来我们的新加坡办事处逐渐成为整个亚洲地区的中心 已经承担了所有运营职能包括中国地区 因此关闭上海办事处的决定 实际上只是我们运营业务模式的调整 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创建于1990年代 资金规模达1.4万亿美元 约1.9万亿信员 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机构之一 除此之外 美国联邦快递也宣布将区域总部从香港迁徙到新加坡 戴森更是将企业总部搬来新加坡了 智慧能源解决方案供应商正泰国际Chint 咨询公司凯杰Cap Gemini 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狮子集团控股 Lion Group Holding等跨股公司 也都陆续将区域总部搬来了新加坡 抖音的亚洲总部也设在了新加坡 2800名富豪移居新加坡 李嘉诚 安巴尼在新加坡成立加办 除了各大公司 富豪们也在拼命涌入新加坡 财富研究公司Henley与Partners的一份报告指出 2022年新加坡预计会有2800名百万富翁 拥有一百美元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人 迁移过来 预计每人携带660万新币入境 这就有184.8亿新元了 另一方面 据新加坡金管局估计 2021年底约有700多个家族办公室 而在2018年仅有27家 此外 据数据分析公司Hentricks资料显示 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数目 在2022年底能达到1400多个家办 相比2018年翻了52倍 即便是新加坡在2022年4月 宣布调高家办门槛 申请时 基金的最低资产管理 规模为1000万新元 且要在两年内增加到2000万新元 并明确要求 至少10%的资金 投资到新加坡本地市场 仍兰党全球富豪的进驻热潮 桥水基金创办人Ray Dalio Google联合创办人Sergei Brin 中国香港首富李嘉诚 亚洲第二大富豪安巴尼 Mukesh Ambani 都来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了 新加坡是避税天堂 政局稳定 经商环境友好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企业和富豪 都选择迁徙至新加坡呢 因为新加坡有着多元化的经济 无论是电子 医疗医药等制造行业 还是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 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给许多投资者们都带来了机会 新加坡是出了名的避税天堂 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企业 只需缴纳17%的企业所得税 海外收入几乎免税 新加坡的金融业优惠计划里提到 合格的银行及金融业务 总部和企业服务 基金管理以及投资咨询服务 享受5% 10% 12%或13.5%的优惠税率 除此之外 新加坡稳定的政局 安全和谐的社会 和友好的经商环境等综合因素 让新加坡成为了大基金眼里的香菠菠